好了,也是要說一下 今天為何開得早了又可以這樣說,又晚了呢 其實有時候我都很難明白的 其實呢 我今天就由一早開始在那裡等貨 相信很多上來摸門釘 不是摸門釘,即是叫聖慶而來,拜慶而返 打算上來買東西,始終是星期五的 買不到,大家放心,明天可以來 但是我剛才和Suppire通過電話 我就沒有責備他 我只是說真的不行,為何這樣呢 因為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首先要這樣說,我不知道外面生意怎樣 或者我自己背 第二,我在市場浸淫了幾十年 我真的不覺得全香港,包括最好的生意 是SOGO 有哪一個會買這些產品呢 會買到好像我這麼瘋狂 我真的可以夠膽這麼說 因為我在市場浸淫不住 因為我知道一般的生意 就算是那些藥房 他們做多少貨 做多少生意 我經常有一個困局 就是 我不夠地方擺貨 其實你叫我一張單給一百幾十萬出來 買貨我都OK 因為我一定能賣到 我知道 理論上我就是要這樣 甚至乎有些人就說 那你就照買吧 你說得這麼厲害,就放在那裡 現在不是有沒有錢買貨的問題 是送到貨的問題 所以今早我十二點多一點之後 其實我昨天都避了很多貨 我也有十幾二十箱貨在那裡等 今早 但是呢 一早就賣光了 一直都沒有出去 因為我過去的歲月 我由以前 即是現在這些 或者以前我一向做生意 都很急 因為我認為 有生意而沒有貨 是最亂痛苦的一件事 還三個死老爸 好 然後我剛才打電話給他 現在是六點 車還未到 我打電話給他 究竟如何安排 他就說 不是呀,已經不是呀 我已經是專門喊一架車 我說專門喊一架車 專門喊一架車 是可以六點鐘都未到 如果我們有屢次 我們自己喊一架車 不是自己生一架車去 是喊一架貨車去 是二十分鐘後 之後的貨回來 為什麼呢 是七十五元 在大連排到黃國 他們那邊的同事 就把貨推到樓下 車就把貨推到我公司 我們下去拿貨 七十五元 我今天不見了 我預計保守營業額 一定是六位數字 我不知道多少是六位數字 利潤我不在那方面透露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是這麼難解決的 唯一一樣的事情 這間公司的老闆可能有聽過節目 我希望他們真的要正視這個問題 是他們喊幾架車 把包車 將今天那些單 明天那些單 給他們那些運輸 叫他們做 那些運輸 一定是就自己的路程 或者是住旺角 或者今晚去旺角 那些運輸 最後會來旺角 但是這樣 我做少了很多生意 而那個代價可能是七十五元 我不想發 以我過去的性格 這個就算是我的供應 或者玩什麼也好 怎樣合作夥伴呢 我就吵你 吵你老母 你是不是吵你玩我 你是不是一個混蛋 因為我一定是這樣 我不想你了 為什麼呢 說完一次一次 三次三次 五次五次十次十次 都是這樣 而這個問題 任何一個人都能解決的 甚至乎 你不能想 我最討厭這件事 不如我叫車來 你拿到下面 我給錢 不是 他又怕我 其實我怎麼會看過幾十元 我做生意 我怎麼會看過一百幾十元 二三百元 三五百元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的客人可能是 拿了假 特地放假 放早幾個小時 商量買東西 現在最慘的是 他老公 DHL排排兩三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 那一陣子 這陣子 老公排DHL 老婆上來買 排了兩三個小時 老婆說 那些貨來到了沒有 因為老公快到了 當然可以叫後面那一線 但你也有個時間給別人 是啊 那這個是一個 完全不負責任的 business 變成了 老實說 做多一點生意 對我們來說 當然是一件重要的事 因為現在又黃標又盛 看著收入不斷向下降 去呼籲那些人上來續會 到那期的人 和續會的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嗯 可能暫時還未到weekend 我只是這麼說 那 那 於是唯有靠這些買賣去營生 亦都有生意 亦都是好的產品 但是竟然是給一個大連排道 和王國只需要 如果我自己開車 十分鐘路程 去攔攔到 而這個問題 是講了幾個月的了 嗯 我真的拗了頭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呢 香港人不要怨 真是吃粥吃飯 其實就是看自己有多少傷心 我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當我搞難回去的時候 我就在想 有什麼可以做 可以 去 給多些壓力 給政府 當我自己做網台 我每一天都在想 怎樣可以令到那些人 有兩三個小時 開心些 release些 放鬆些 的節目 我做生意買賣的時候 我每一天就想 怎樣可以賺多些錢 怎樣可以賣多些貨 是24小時 充斥著腦裏 就是那樣東西 好冷專注 而好像我那樣的聖藝人 我不是說這個 我不是說這個 每一個人的取態都不同 所以有些人說 林匡正你不太勤奮 你說他不聽 因為他就24小時 他就專注在這個 這個 就是基本上你要得到 我不用成功 是用成果 起碼一件事 因為我們不會比人厲害 在一個這麼高度競爭的地方 又或者你要向自己交代 你就要在自己事業裏 做到盡 要投入 當然我們要平衡 去玩一下 去叫隻雞 或者回到家裡 跟家人吃飯 但是 好像這樣 投入的人 投入不代表一定是很勤力 但是如果你不投入 在這麼高度競爭的社會 那些東西不一定落口 原來就怨 我真的不知道怨什麼好 我希望他老闆聽到我今節的節目 因為老闆被運動在大陸 因為老闆被運動在大陸 要隔離 你真的要審慎地安排一下 我不在乎他給錢 我租了一個地方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頂利那些人 很不順 好像他們也是這樣 Sweetie TV也是這樣 四海他們也是這樣 他們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還沒明白 配合門司 那個重要度 後來Sweetie TV 用了時間去解決 要做 你消貨 我知道現在外面的環境是怎樣 你外面賣一部電視盒 爛糕那些Android電視盒 握人那些 賣幾個水 四五個水 我當然 我是完全不玩電視盒的人 因為我講真 我賣電視盒 我一定是看Low 看Lavage 看友善 看正版的東西 對我來說 好了 但是 當我要賣Sweetie TV 賣一個電腦的時候 我就當然了解 有一些類似的商品 我要很負責樣地跟大家說 Sweetie TV比你強一千倍 於是他就落在我手上 我就會向大家推銷 而他只是給別人貴幾百元 但是 你客人不知道 所以在那幾百元的差別 不是因為要認住我的嘴頭 認住林康正的嘴頭 你就是要做到一個好的服務 令到一些東西是越來越容易用 依然買Sweetie TV不適用 但是對比之前 我們初初的Sweetie TV 這已經是完全兩件事 我每天在公司播片 教人做字幕 於是慢慢慢慢養回客人 一個一個referral 包括我們北韓的產品 由開始 戰戰兢兢 四海賣得不錯 我拿來試試 到收回別人的feedback 這一隻走不行 這一隻丸店 怎樣怎樣 去不斷調整 但是 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的北韓封關 現在的衛生產品 我知道 我明白一定是全球 或者全港 無論是每一個referral 都會搶貨 所以你們會比較忙 運輸 但是 當你發覺 原來現在的gogo van 那些人都拚春袋 為何不這樣 我真的不明白 我唯一 我明白他們的 那些van打的想法 就是 通常他們實際上 那些很有趣的數目 就是 喊架車最便宜的 客人買東西 其實現在很幸運 就是因為有疫症 你的產品又行 但是 同類產品會不會有呢 又或者它不會有 impulse buying 一時衝動呢 聽完你說 一過了便沒有 等於我們賣樓 是的 是吧 我希望大家 如果 營商的朋友都要煮 怎樣 我不敢分享 因為每個人都認為 自己做生意不錯 每個人都懂得做生意人 在香港 但是我仍然說一句 香港是一個高度商業的城市 但是我認為 性格適合做生意人 不夠百分之五 OK 有很多人 心裏又沒有條數 沒有個算盤 執行能力 更加令人可笑 就是好像我昨天 剛剛收到 如果聽著網友就知道 在蘭花是試過 在這裏我也是一樣 這樣做 有個網友 說他二賣 籌到一筆 其實都不算小的錢 OK 本來打算捐給星火 大家覺得星火比較尷尬 於是 縱觀這麼多抗爭組織 我們都不算一個平台 他覺得捐給我們 是最合理 我想一會 我都沒有跟林康正商量 我就仍然 雖然現在我們經營是艱難 但是在這個時勢裏面 既然採取了 用商業去營運這裏的時候 既然有生意做 我仍然希望自己 可以兼負得到 你要我開口向人欺負 譬如說什麼什麼 無償捐款 我真的做不到 有人主動這樣說 我也是勸他 我想了一會 你仍然可以考慮星火 又或者考慮王國屯律師的保護傘 甚至乎 612基金 雖然很多救病 但始終都會有用 好像這陣子正在用 就比我們適合 因為我們真的 既然用了商業營運 你可以說這個是愚蠢 有錢不收 因為收了來 其實是用來我們撕的 但是 很多人做到證 以前周老闆也試過 他給我十匹 我不想要 爛回去的時候 因為 我總是覺得 一收人的錢 就麻煩了 這個世界 即是你吵人 也吵得沒那麼過 我們是吵人 也吵人 吵人 為什麼呢 客人是和我平等的 OK 他給我錢 我給他節目看 所以我不需要巴結他 為什麼吵人 他上來給我錢 我花 既然是平等的 你按摩咯咯 我就吵人 你也吵人 其實 不過是少一點的意思 Anyway 我們做一番節目 我現在都很怒火 最慘的是 我十一二點已經賣光 清理的東西 整理的位置 通常都是兩三點 一五五點 好事 Thomas Hall 國有難處 你們都不準時開 誰說 Thomas Hall Thomas Hall 國有難處 首先第一 我們如果要準時是做到的 但準時 你們又會說 為什麼今天這麼早 所以大致上 你們是看我們推播就最好 國有難處 我當然明白 每一個人都有難處 Thomas 你難處要解決 你有沒有 一天 你因為幾十元 你因為一百元 你不見了二三十萬生意 你會不會這麼蠢 而且這件事 是我說了半年一年 是解決到的 只要我一件事 你不用送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我們就找人來拿 喊一架車 喊一架車不是我們自己 那麼辛苦 喊一架車 跟我帶年牌到哪裡送東西回來 75元 就搞定了 是75元的事情都解決不了 是吧 老實說 我是不計算 75、75、75我都會給 問題是 我可以這麼說 那個借戶 他仍然是反過來 我不是說他無心解決 他仍然在那個局裡面 在那個局裡面 用那種舊思維模式 而不能 是沒有了真分奪妙的事情 因為他不優賣 在他來說 他只是賣給我 話就說 我當然希望你好 大家好 但他只是想自己 他沒有想到我 你這樣做生意 是會失敗的 你一定是想到那個客人 我的客人上來罵他 我一定想到他上來買東西 我會教他 你不用買 你問問我們 你這客人 為什麼呢 你一定是Win-Win 你買回去找笨子 這樣就不能想到 就像我們 以前賣的骨灰鵬 最近比較靜 我們在幕後 已經不斷在做一些事情 譬如 可能 這段時間不方便 我想 為什麼呢 本來我們 今年 我們正在做用家市場 但因為疫症 你現在 所有這些東西 紅白意蝕都停了 所以 你會想到 有些客人 我想投資 我想賣 我想賣 那你就要去解決這件事 你不解決 然後 一句說話就是 國有難處 這是失敗性的表現 我告訴大家 一定難的 做任何事情都難 我們出來做事 說真的 每一個人 都在既有的發展上面 加一些東西下去 老實說 發明一隻行李箱 難不難 當然是難 但既然有一隻行李箱 出來了 我加兩隻行李箱 這樣就容易 但已經是一個 相進 加兩隻行李箱 容許推些 加一支乾下去 每一個人 都是做這些 在既定發展上面 加一些東西下去 做的時候 原來這樣容易 這樣就賣得到 但原來在四十年 都沒有人加一支東西 或加兩個行李箱 那為什麼呢 難不難 開頭的時候 因為一定有些人說 OK 賣得了 賣得了 何必加東西呢 這個 就是創業者 和 密手成規的人的分別 而最後 誰會贏 等於你 為什麼 外國 他的冒險性強 所以現代社會裡面 在各個範疇都領先你們 嗯 因為我們有膽創新 有膽剝新 而我們經常聽到 你人不賢得 燒歸醜 燒歸 哎呀 就算是 嘗試一下 少少 不放手一併 嗯 說真的 如果 如果大家出來 有些少少商業經驗 聽完我剛才說 這麼簡單的 所謂難題 原來已經糾纏了半年 不要說吵 只是安排這些 都不知道安排了多少次 你就會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呀 都明不知 這裡的消貨量 是這麼誇張的時候 說真的 我們真的不介意 這一句就可以了 怎樣 明早 喂 九點幾 我真的看 九點幾 就發了一張單給我 發貨給我 我真的要告訴他 真的答好這句 到你了 沒有完後 現在你還沒來 還沒來 言諒我的客客不斷 真的誠慶而來 敗慶而返 這個是很嚴重的 在莫講話 在外面也能買到 就不用回來買 是吧 好 我先講講這些節目 永遠有些好人 Thomas那些是好人 我應該不屌實 他什麼好人呢 要富人之仁 永遠去跟人解釋 哎呀 那夠難處 怎樣 怎樣 你老母 是難就要量 說真的 你說我現在要 我說 那你也遲到了 叫做挑我機 那我們以後 六時左右 不定時播放 都還可以 那你起碼有一個 釋錄給人 是 你不能夠 九點幾張圖 那些貨物都好 第一轉送給你 那樣那樣 都不止說幾張多 好 老實說 甚至乎他用哪個運輸 我都知道 因為哪個運輸 就會達成什麼效果 我都知道 還要駁嘴 上次的運輸 如果我以前的脾氣 如果我以前的脾氣 我直接打散去 是打散去 屌你老母 還用輕輕挑挑 那樣 那有一個OK的 有一個小粒 所以剛才我問他 那是誰來 他又不敢說 不是呀 專門找一輛專車來 找一輛專車來 都未來得到 就大糟糕了 如果 OK 我真的 很衷心希望 他老闆聽到 OK 就是 我又不會被人捏住 最後 最多不賣 再多錢 我找東西補充他 一定有 這個世界上 看看怎樣合作 真的要開心 如果不是 就補充他